咱们刚刚在去用这个Navikit这个图形化界面去操作的时候啊 咱们那会儿遇到过了一个东西叫做int还记得吧 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叫做int 有个东西呢叫做watcher 那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 上面要注意听啊 当你再去定一个表的时候呢 有两个东西需要咱们大家去考虑 第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类型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一些其他的约束是什么 就是两部分 你这个名字都不管啊 你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那么第一部分 这一个字段将来存的数据类型是存什么呢 这一列都是存数字的 这就是int 那么大家是否有印象 我那会儿把这个字段里边 我是不是点了个小钥匙 是不是称之为组件呀 我那个地方是不是又写了一个 是不是五符号呀 那这又是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是相当于约束 就是说这里边不允许有同的 这里边不允许有小于灵的 这都叫约束 就是两部分 类型和约束 通过类型和约束 最终咱能够保证咱的数据的完整性 它到底一定是什么啊 到底是什么类型了 什么结构了都能确定 就像这个地方写的 在表中为了更准确的存储数据 保证数据的正确有效 可以在创建表的时候呢 为表添加一些强制性的验证 这些验证呢 就包括类型和约束 规定每一列 就是每一个字段的类型和约束 那么这个类型 其实指的是将来咱们捧出数据的类型 就像咱们Python里边所知道的类型 有数字类型 有整形 对吧 有数字的 有带小点的 有不带小点的 有字符块的 有圆子字点 列表 就好的 有那么多类型 那么这个色口语句当中 或者是这个数据表当中 咱们接下来应该有哪些类型呢 基本上呢 就是这些 有数字类型的 就整形 或者是怎么样的 有int Zint表示数字类型 bit表示更小的数字类型 小说点的 Decimal 然后呢 字符块的 有X和WorX 那就简单言之 这个呢 就是数字 这个呢 就是字符块 它分为X类型和WorX类型 那么这个X类型和这个WorX类型 它有什么区分呢 就看这个地方 后面看说明 X类型表示长度固定的 如果说你写了个X3 那么言为之意 就是如果你这个字段里边 你存出数据的时候 只存了个AB 那么将来它用三个 那么剩余的那些呢 它会用空格给你补充 要是说它一定是三个 那么如果你要是WorX呢 那么你这个地方WorX3 那么将来你真正的 不是想存两个吗 那它们真正在存的时候 就只存两个 那么从这个地方 你感觉出来 你觉得咱们应该用哪一个好呢 为什么不用X呢 X太四半了 必须那么长 少了它就补空格 那不是 闲得没事 这个找事吗 何必呢 浪费空间 在咱们去用数据类型的时候 有一个规则 有一个规则 这个 够用就行 尽量选择小的 而不是选择大的 因为这样是不是更节省空间呀 这就是原则 我写的是三 你也写的是三 我为了存一个字母 我用一个就行了 我用了为了存一个字母 你现在来是不是还是用三个空间呀 所以咱们一般呢 在去用字无串的时候 一般都是WorX 这边讲一般都是WorX 即可变 根据你的长度是多长 它有多长 但是有个特点 不允许超过最大值 知道了吗 你这个地方写了三 那对多存三个 多了就不行 你这个地方写的三 对多也存三个 不够三个 它补风格 那你这个不够三个 就不要 有几个存几个 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日期时间类型 什么Data DataTime呀等等 有这些类型 就存时间的 存日期的 那么还有一些东西呢 叫做每局类型 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简直给大家了解一下 在咱的Path里边呢 咱没有每局类型 C语言里边呢 它C++里边是真的有每局类型的 有C语言里边有数字整形 有结构体 有结构体 有每局 还有指针那些东西 肺炎里边有每局 什么叫每局呢 我一说你就懂 什么叫每局 把可能出现的结果 列举此栏 这就叫每局 打个比方 我当前我是用了浏览器 我一点上面 请问是不是这个泰单栏 我点一下开发这个按钮 别点开发了 点这个 点这个书签 大家可以看到 我每次我不管在哪 我只要一点书签 请问是不是一共弹出 这些按钮来吧 那么这些按钮里边 你能点的是不是 一定是这些按钮当中的某一些了吧 什么叫做每局啊 给你列好了答案 你只能选择这些当中的某一个 这就选择美局 例如星期一到星期天这个期间 今天是星期几啊 范围一定是星期一到星期天之内 是吧 那你是哪个月份的啊 一定是一到十二月份 这些东西是固定有数的 这是你将来就用美局来做 这就叫做美局 比如说 性别 同志啊 你什么性别啊 你又不傻的话 那看得出来啊 男女啊 在咱们在咱们教室里边 只有两种心理啊 男女 那如果你是去了泰国的话 你都要尊重别人 是吧 你不能只有两个卫生间啊 男女还有一个卫生间了 是吧 这个什么 你懂的 那个卫生间 就是什么那个 中性 是吧 咱们以中性为例吧 说的直白一点 不就是 男不是男女不是女吗 我 你见过没 我见过啊 我有一次去 去北戴河旅游 就是我们公司的 说的好听着 叫团建 懂我意思吧 团队建设 但是你通俗的理解呢 就是去旅游去玩 然后呢 我们有一次去北京 北边的附近的海边 北戴河呢 去旅游 然后呢 这个旅游的时候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公司组是节目啊 去玩去吧 都是大巴车子去了 干啥呀 我是今天玩 他说什么去碧罗塔 你可以搜搜里边 有个地方叫碧罗塔 碧罗塔就讲一个 一个小塔 但是呢 很有特色 然后呢 我们上了碧罗塔之后呢 然后说 接下来干什么呀 咱们还有安排 我说走啊 去吧 看跳舞的去 我到底想 这也帮人傻嘛 看跳舞的 都不带北京 看带车 有什么好看的呀 去了之后呢 说明东 你就不懂了吧 你去 跟我去 走去看看 去了之后呢 我们步的很远 然后呢 那拨人都在前面跳舞 我们就在后边看 远处看 真的是 哎 长得挺跳的 真的啊 打扮得和女的一模一样嘛 这个是吧 前边也能看得出来 对吧 然后呢 哎 跳的不错 但是我们想 哎 行吧 跳的不错 走呗 跳的差不多 有二单人闻着跳 那走吧 走的时候 怎么了呢 他们在美口里问篮子 干啥呢 要合照 合照 那合照 那就合呗 我当时我还真没觉得 哦 原来找的这么漂亮 真的可以啊 然后到了旁边一进了 完了 还有鸡米 我一到美口来 找的这么丑啊 什么呢 男性不是有后结吗 对吧 他那个后结是变不了的 那么大 然后呢 脸长 一般男性脸大嘛 女性脸小 那么大 而且呢 骨骼都是男性骨骼那种 一看 立马就 你别说让我给你拍个照了 而且拍个照呢 是他要收你50块钱 他要收费了 你知道吗 我到底我的明白 哦原来他为什么拉着你拍照 是一张50 没钱没钱 立马一走了是吧 最后呢 我就见过这种人 说起来那个声音就是男的 唯独远了看上去是个女的 但是他们要尊重 是吧 要尊重这种 像这种例行 美举例行 知道什么意思吗 男女 中性 还有啊 还有什么例行 没了吧 就这三种啊 没了啊 就这三种啊 双性 就像那个金星 不知道啊 金星应该已经变成了真的女的了 有可能说不定啊 去趟泰国 这事就解了 来 这些类型 现在大体了解了吧 那么 这个类型当中 咱们刚刚是不是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简单的 这个整数是什么 卧槽是什么 这个美举是什么 对吧 那么这个小数底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咱们在用的一个东西是小数 比方说你身高 等会你身高多少 镜高啊 你问了镜高呢 还是穿了鞋呢 还是留着萨玛特的发型呢 对吧 你要是留着萨玛特发型 有可能两米呢 你要是把头提光了呢 有镜高 也就是一米七几嘛 是吧 不得一米八 第四名 这里边写个五 表示一共有五位数 二 表示有两位小数 言外之一 小数点前面有三位 小数点后面有两位 听懂我意思了吗 一共有五位小数 一共有五位数 那么这个还有个类型呢 叫什么呢 叫做test类型 test类型 它和这个warchar呢 类型意思差不多 但是warchar呢 是用来囤属一些 普通的图属 但是呢 它不能特别长 就是warchar呢 是有限制的 不能是特别长的 你想囤属一个八百万多文 想要囤属一个非常长的东西 同样这个时候 我就建议大家 可以考虑用什么呢 用这个test类型 test类型 相当于文明类型 囤属作文 囤属新文的时候 一般就用test类型 一般呢 超过四万个的以上 可以推万 四千个以上 推荐用这个东西 但一般的都不用 你做的是什么 你做的又不是新闻网站 你做的是电商呀 哪有什么东西 需要存这么多的呢 一般没有 没有这么多 几千个 如果有 就用test类型 那么还有个东西 我的图片 我的视频存哪 最贴 昨天摸你面试 我们就在问这个问题 图片 怎么存 存到哪 比如说 你看见了这个镜头 它要将来想存的时候 存什么 我告诉你 存这个描述 存它的价格 听懂了吧 它并不会像数据库里边 存这张图片 为什么呢 数据库里边 是存图片 不是说不行 是行 我把图片的内容 读取出来 我写到数据库里边 不就完了吗 但是你写的去 有什么用 占用大量的空间 而且修改 相当难修改 请问 我修改图片的时候 我是修改一个字 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下来 你通过PS 是不是去改这个东西了吧 通过PS这种 Foodshop软件去改它 那么延外自己是同的 切记给原的 这样的东西 它和你这个信息的描述 是不在数据库里边 一起团的 那么存的是什么呢 存的是这个图片 在你的电脑上的路径 能列为一分了吗 我只要存储了路径 你不是说 接下来这个地方 有个图片吗 我只要从数据库里边 拿出来这个图片的路径是谁 我给你 你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 请求这个路径的图片 就把这个图片显示了 因此一句话 一句话 当我存储图片视频 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不会传到数据库 我找一个地方传 现在有很多人 有很多网站 都是在做囤储 云囤储 就有例子 比方说七牛 你没听过是吧 七就是 七就是那个七仙女的七 牛呢就是牛郎的牛 是吧 那个七牛 就这个 这个网站 现在咱们大家呢 是可以公开免费的图片东西的 你可以免费图 决定的 东方我写了一个博客 但是我现在的苦语 我没有地方图出我的视频 没有地方图出我的图片 我图在哪呢 简而言之 躲不住图床 就是这个道理了 我放在哪呢 我找一个气牛 我开个账户 注册一下就开了 它会给你好几十记的空间 你可以存东西 简而言之 你把你的图片呀 把你的视频放到这上面去 请问它这里边是不是有链接啊 我把存在上面的链接地址 复制一份 回到我的数据库里边去 我把它站到我的数据库里边去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完成了 我描述信息 在我本地数据库里边图的 图片在别人的网站图的 我将来去显示的时候 是不是 请问我接下来 只要告诉浏览器这个图片 从哪取 浏览器是不是就取下来了 因此就可以这么做 切记一个原则 图片不允许存在数据库里边 如果你铁了心要存 请问行不行 可以 但是没有人这么多 没有人这么多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要注意 那么这些类型啊 这个地方呢 有个链接 对不对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链接啊 点一下这个链接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打开这个一个 我们觉得还不错的 一个人写的一个博客 这个地方呢 它出现了一些详细的类型 它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的每一个类型 它的占用的空间有多大 它讲了很多很多东西 这么说理解了吧 据说 咱们在实际开发的时候 一定会尽常性的去浏览别人的博客 去看一些公开的圆码 这是一定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觉得还不错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一些详细的类型 那么 这个类型啊 在咱们下面其实也有 在这个地方 咱们也通过这个表的方式 给大家展示了 简单理解一下 这些东西啊 是存储数字的 那么存储数字呢 咱们那会儿 是不是原来只用了 是不是叫INT啊 INT类型 除了INT类型之外呢 还有这么多 原则是 够用就行 越小越好 T0INT 一个字节 它的范围 如果你要是考虑正负值的话 它的范围就是负的128 到正的117 如果你要是让它没有负数的话 那就是0到285 是不是咱们原来那个IP地址 是不是就这个范围啊 因为它是无符号的 一个字节的 两个字节的 两个字节最大值多少呢 65535 一共有多少种值 655365种值 因为包括0嘛 那么三个字节 四个字节 八个字节 大家有没有发现 T0INT SmallINT MediumINT INT BigINT 是不太一样 根据你将来的范围 你去取 举个例子 东哥 我想重新出 我接下来 我挣的所有的money 我用哪一个 不用每个音场 很不了 反正我绝对不会用T0INT 你等我一天了 T0INT 你这个月挣这些钱吧 对吧 差不多 有可能还在这个范围 是吧 可能在这个范围 也有可能在这个范围 也说不定 来什么 这个范围 还有一个 比方说人的年龄 你会选哪一个 没给你 没给你 老王也没那么大 你懂的是吧 千年的什么 万年的什么 也没那么大 所以说一般年龄 咱们是不是会选这个 一般咱们会选这个 好了 那么字符串 插插插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他的这个字节 大小是不是也有限制的吧 所以说我们切记 不要特别大 一般的255个以内 那么类型 这个日期时间类型 Data就只有这个日期 像写的是这种论式的 Time只有时间 DataTime 日期和时间 那后面这两种 一般到了解一下 Near和这个什么 TimeTime 格林维之的这样一个时间 好了 简单颜色 类型 请问我问个问题 类型是用来干什么了 如果我接下来想要在这个地方 我要加入一个数据 我想加上一个我的话 你觉得还能行吗 是不是类型不对啊 来验证 来匹配数据用的 类型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 还有一种东西呢 叫做什么呢 约束 还有一种东西呢 叫约束 那么这个约束呢 比如说包括 不允许相同 就叫unique 组件呢 就是primary key 然后not now呢 是不能为空 default呢 就是默认字 就个例子 你一定会接受到 很容易给你打电话 采访你 就说先生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家搞活动 你要不要留个 留个什么什么地址 什么时候 我们给你打电话 你把你的名说了 对吧 人家问你 先生 这个你今年多大 有可能你不太好意的说 说这个 我保密 我不说了 请问将来 是不是他应该默认 给你填个字了 一般男性 二十到三 什么就写个这个字 就差不多二十五左右 是吧 full in key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什么呢 外界 组件 表示了 我能够唯一区分 这个记录 那么外界 什么叫外界呢 同学们看着 我一顺一顿 这一列 咱们是不是称之为组件了 它唯一能够标记 一行的记录 没错 什么东西叫做外界 同学们看这 这一列里边 这个字档里边 你写的这个值 是谁的值 请问 是否是这个功夫表的组件 那么在这一列里边 我们就称之为这样 外界 如果一列 里边存的值 都是另外一个表的组件 那么咱们就把这个表里边的 这一列的数据呢 咱们称之为外界 听懂我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 这叫组件 如果别人的表 也存了我这个组件的话 那么将来那个地方是不是就叫做外界了 我存了这个表里边 我存了这个表里边的这些组件 存到我这边来了 我就叫做外界 我就叫做外界 即通俗的讲 存储别的表的组件的这个字档 咱们就称之外界 咱们称之外界 那么外界有什么用呢 外界能够起到一定的约束 就是能够限制它的什么动用呢 约束不就是限制吗 对吧 今天晚上12点必须之前回来 回不来你等没苦睡觉吧 是不是约束啊 那这个外界能够约束什么了 能够约束的是 你这个地方填的值 必须在这个组件存在 这里边只有12345 我咔嚓来个5 那个这里边只有12345 没有5 这里边只有12345 我一下子来了5 不好意思 你在插入这个数据的时候 他一检测 你不是说这个是外界吗 你不是和这个表里边有关联吗 我记下了一检测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填了这个我不存在 立马告诉你插入失败 听懂我意思了 这就告诉你插入失败 如果插入成功 同盟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将来是不是就乱了 我明明写了5 但是反而我这本没有5 那这就是外界的一个作用 用来限制你前那个值 他必须在那个表里存在 但是呢 同盟 这个外界呀 也不是说越多越好 因为每当我插入一个数据的时候 大家也没发现 是不是我要检查一下 我这个数据 是否在这个表里边 是否在这个主线里边吧 所以说你这个表越大 你将来再去用这个表里 那个表的组件 这个地方当到外界的时候 我将来每插入一个 我将来去判断的这个个数 是不是就越多呀 性能下降 所以说你这个外界呢 是不要太多 一个两个还是可以的 言外之意是能不用都不用 那有时候能不用都不用 我怎么保证这个地方 一定在这里边存在呢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从逻辑的角度讲 从你的程序 从你的代码上 是不是来防止这件事情 出现是不是可以了吧 也可以这么多 逻辑来处理 你的代码来处理就行了 好了 这个呢就是我刚给大家说到 这个叫做什么呢 Foreign Key 外界 这个地方咱们说了 外界这个性能会下降 一般可以在逻辑 逻辑就是你的代码 可以去控制 好了 那么通过这个小地方 同样我想告诉大家 一个例子是 当咱们在设计一个表的时候 有字段名 这是百分之百的 而且每一个字段里边 有数据的类型 也有一定的约束 这个没错吧 也有一些字段 没有一定的约束 就例子 我也没写这个name not now 我也没写unica 我也没写primary key 那么默认的一般 它就没有这个约束了 主见 外见 这都是约束 这些都是约束 唯一值 不允许出现重复的 这都是约束 通过这些东西 保证数据稳定可靠 这就是目的 说了这么多了 接下来 咱们要验证 是吧 我先把这个视频 来停 咱们验证一下 咱们验证一下